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款其实你看到资本增值的空间很小 就算你拉墙来看 那个表现也不是令人有什么惊喜 因为你看到它十年也好 但反而这款是有什么呢 你不要看资本增值 但长期来说它是可以给你一个稳定的派食 这一点是可以教到小朋友的修飾 其实是一个长期帮你去累积财富的一个途径 另外就是它虽然是悶 但你跟约领战一样 你买些股份回来 可能你也是希望定期给它评论一下 你不要买些就悶得来 或者是波动太大的股份 你可以从初步来说 你选择一些稳定的 如果你真的拿来士钱多些 或者长期一点 你想可以真的教它 你才慢慢寸些 给它增长一点的股份 那你见到它那些小朋友 他会见得到 如果他真的比较大一点的那些 他是买了些来士钱 我又帮我增值 原来它虧了的话 那你会很难解释 所以为什么会选这两只呢 我相信其实完全没有一个单向下跌的风险在 相对上向下跌的风险是会比较小一点 就算它跌下来 那个的percentage 相对上也很manageable 因为你看这么多年来说 它都是 顶止其实你拉了很多年 去长升和拍息 你这只就是长期稳定向收息 还有也是股价不是太大 但是那个股处来 还有现在来说 短期来说 我相信其实 就算它调整不会很大 还有它的outside 其实也一定会在 所以为什么会选这两只来说 我觉得是会容易去解释些 这些你可以实地考察 其实你的中文香港同样都可以 但你要解释给你听 其实是这些公司和子公司的分别 可能会比较难一点 但是你都可以 顺便带它去那个银行那里 解释一下银行 到底现在在做什么 你买了这些股票的时候 就是你可以去做一些考察 我觉得它是一个挺好的 一个跟小朋友去理财的 一个教他们去管理自己的财富 以及教他们去投资一个科学体 反而就去到这些时刻 特别是古年之前 建议大家可以去 如果有些礼士展和小朋友理财 可以考虑一下领战 和中文香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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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